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幸的是 美丽姐的亲妈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抛下丈夫和孩子 远走高飞过好日子去了 美丽姐的亲爹也成了个植物人 只能靠美丽姐给她注射的一些药物过活 日子很是凄惨 因为小时候 父亲对自己的新哥哥多余哥不是打就是骂 这让多余哥对自己的父亲丝毫怜悯之心都没有 生活的重担只落在美丽姐一个人身上 无奈 高昂的医药费美丽姐根本就承担不起 自己那点工资根本就不够砸钱的 于是万般无奈下 美丽姐就主动成为了酒吧的小姐 供那些嫖客玩乐 玩就玩吧 更过分的是 那些没钱却装着自己有钱的大猪蹄子 玩弄好美丽姐之后还少给钱 这让手无腹肌之力的美丽姐也很难做人 还好有个酒宝贝胎哥有点良心 给予她一点点人间的温暖 可温暖有啥用 姐现在需要的是钱 不仅是工作上的不如意 更惨的是 因为父亲的体格太健硕 来照顾她的护士根本就吃不消 也就像美丽姐提出了辞职 这实在是太艰辛了 美丽姐经常去护工医院附近 询问有没有想照顾自己父亲的人 结果没有人同意 这样一来 美丽姐白天要照顾父亲 晚上还要陪酒作乐 日子惨得没法说 还好美丽姐傍上了一个土豪 他们是在酒吧认识的 看样子她很喜欢美丽姐 两人很快成了包养关系 这个老板别的不多 钱是多的花不完 这一天 多余哥幡然醒悟 找上美丽姐表示自己可以照顾父亲 这可把美丽姐高兴坏了 这样一来 自己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俩人还回忆起了童年生活 虽然多余哥根本不想回忆那些挨揍的场面 但奈何自己的妹妹这么兴致勃勃 那就陪她唠唠吧 多余哥确实和那些花钱请的护工不一样 得空了 她还把父亲给扛出去晒晒太阳 呼吸呼吸新间空气 美丽姐看在眼里也非常的高兴 这样一来 两人的关系也没有之前这么僵硬了 聊起家常来 多余哥终于有点回应了 之后呢 这兄妹还经常出去逛街吃饭 美丽姐也终于有了点小姑娘的样子 这天 俩人在街上愉快地走着的时候 备胎男出现了 她一看到自己心爱的妹子和一个陌生男人关节 想吃醋吧 但是又不敢 也就上前问问这位人兄是谁 一听是亲哥 诶 那不就是以后的亲戚吗 得赶紧打好关系啊 傻子都看得出备胎哥对美丽姐的喜欢 生活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这天 美丽姐在土豪哥家里翻着杂志 原来是一套韩国服饰 看着美丽姐心动的样子 土豪哥二话不说就把她带到店里购物 穿上这套紫色的服装 老板娘是死命的夸 说很少有人把紫色穿得这么有韵味呢 既然好看咱们又不差钱那就打包吧 虽说土豪哥在物质上从来没有少过美丽姐的 但是每次带着美丽姐去参加那些宴会 他只想炫耀自己身边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陪着 只会在利用完之后把她扔在一旁 心里说不难堪都是假的 这天美丽姐回家 问自己的哥哥会不会困扰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这不废话 估计多余哥已经猜出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多余哥质问美丽姐 这种生活真的是他想要的吗 有没有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 听了这些话 美丽姐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于是约着备胎哥出来散散步 俩人也娇娇心傻的 备胎哥还带着美丽姐去见自己的家人 大家虽然都不是很富裕 但是其中表露的真情实感都是无可替代的 完全没有酒吧那种乌烟瘴气的气氛 只有在这儿 美丽姐才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正常的女孩 这一天 美丽姐再次跟土豪哥约会 这次土豪哥就显得意图明显了 他想让美丽姐搬到他家和他一起住 但是美丽姐显然是不同意的 如果真的这样了 那两人岂不是天天要做那种无聊的事情 他还不想沦为这种玩物 可这话一说出来就惹恼了土豪哥 因为土豪哥完全没把他当正常女性来看 就只是个交易的玩物 土豪哥对这次拒绝怀恨在心 在一次聚会上 他当着朋友的面羞辱美丽姐 把他说成自己的小女仆 美丽姐虽然下海了 但是也有尊严的好吗 当场他就委屈的离场了 这个时候也只能找自己的哥哥诉苦 沉默寡言的多余哥也没能安慰出什么来 家里倒是出事了 职务人父亲这个时候 突然出现了回光返照的迹象 拽着多余哥的手死和不放 这操作可把多余哥给吓得半死 所以他也就撂角子不干了 在美丽姐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他就想离开了 这下生活再次回到了之前的情况 实在没办法了 美丽姐只能把父亲送到疗养院 请护工帮忙照顾他 在工作上美丽姐也很不顺心 被土豪哥点名陪酒 而且这个房间居然只有两个小姐作陪 一群大佬爷们就在那耍着美丽姐 更过分的是 土豪哥的好兄弟居然开始折磨美丽姐的朋友 眼看着举动越来越过分 美丽姐都看不下去了 抡着酒瓶子就砸了过去 这一砸彻底把土豪哥给惹火 一边骂着美丽姐婊子一边打他 总之场面闹得很乱 美丽姐回到家 居然发现自己的哥哥还没走 并且还关心他的伤势 他发出了内心的嘶吼 这真的是他想要的生活吗 很显然不是 他把土豪哥送他的紫色寒妆一把火烧了 也算是和自己迷茫下见的人生划清了界限 接着美丽姐找到了备胎哥 想要跟他在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 在备胎哥妹妹的成人礼上 美丽姐终于觉得自己还活着 并且是被当成一个有尊严的人来看待 也许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啊 确实很多年轻女人都是被生活践踏的毫无尊严 种种压迫之下不得不下海 但是经历过美丽姐这样一番痛苦和经历之后 才会发现尊严无价 可以抛弃的东西很多 但是这种年轻善良的灵魂 为什么要去接受被毫无尊严的践踏呢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哦 是不值得思考的电影